还要来看到这起离奇的兆逃车祸 高晨一位理性女驾驶 6号上午7点多 开车行进三名区 鼎立路金鼎路口时 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 下车查看 却只见副驾驶座的车门凹陷 现场却没有伤患 感到很疑惑 警方获报后追查 原来肇事逃逸的是一只小黑狗 大马路上银色轿车正要通过 十字路口却突然遭到撞击 碰撞当下发生巨响 后方轿车也惊呼仔细看 肇事的是只小黑狗 小黑狗撞了车赶紧跑 却让遭撞驾驶一头雾水 因为当下只听到巨大声响 却未见伤着 副驾车门凹了一个大洞 可见撞击力道猛烈 而肇事小狗早就逃之悠悠 这样危险来造成伤害都要死 谁要负责 不说这样突然就不错了 副驾突然冲出真的好危险 事发在6号上午7点多 高雄三名区51岁的理性女驾驶 开车行经顶立路 鱼经顶路口时 突然听到蹦一声赶紧停车查看 只见爱着凹陷 却不见伤者相当疑惑 警方获报扩大追查后 这才发现原来造势的是一只小黑狗 好在整起事件无人受伤 只是事发当下也让女驾驶下出冷汗 而对于小黑狗突然跑出来 现在四组也将被开罚最高600元 黑狗闯红灯 往路口冲撞 调阅监视器 追查黑狗气象 发现黑狗出现金丝五周遭 据了解这只小黑狗本来就贪玩 虽然四组有戏神 但总会偷偷挣脱 这回跑到大街酿 或事后还一点无辜 让人无奈之余 好奇又好笑 记者陈遗与登明高雄采访报道